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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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命军目前受到重创,以此来防止众人因恐惧,而全面投降命军,情报时,谈谈为防止宇文精武辩解,以言语暗示他,如果共同对抗命军,过去承诺,都会履行,宇文精武更主动说明,他功力短时间提升,是因停自觉使用依法,引出了潜力,对于吸收御寿之力的事情,全部隐瞒,情报11,家楼巡红说明,已经言语暗示神道师见面,如无法换回神道师,他将坐下抉择,谈谈看出红的不安,私下暗中传授锦囊计策给道吉莫与 停自觉,到吉莫两人一起前往帮助红,情报12,猴猴带着谈谈前往调养,谈无欲说明,经过此次战斗,体内的三股力量失衡,半个月内,将呈现无功利状态,更说明此战过后,从命军受到重创,察觉环戒的气流,出现变动,推测如果杀除命军,应该可以顺利破除普命环戒,之后趁着命军复伤期间,谈谈要提前准备下一步险棋,情报13,明府指约中,红心聚集环戒之力,为命军疗伤,原来命军传 受到普命真诀,可以让冯心动用环戒之力,宇文冯心经过命军再造,已经完全成为其作下弟子,心性也变得与从前不同,情报14,北皇印返回民府后,命军并没有追究他观战的举动,北皇印并非心甘情愿臣服,怀有二心,命军孤罗对此,全部了如指掌,北皇印因不明白受创的命军,当前剩下几成功力,所以暂时没有出手,还在等待时机,命军以疗伤为理由,命令北皇印到一元之地寻找丹破时,北皇印接止后出发前往,情报15 聂海和与神道师返回了民府中,从与命军的对话,终于得知神道师态度异常,并且帮助命军的原因,原来红身上,有命军当年设下的制约,聂海和在治疗红之时,趁机启动制约,所以命军才会以此要挟神道师,情报16,而且索命制约,如果告诉当事人,只会加速死亡时间,如果要解除此索命数法,只有让他在不知情的状况下,亲手杀除深爱之人,才能解除这个制约,因此,神道师才会帮助命军,目前距离制约索命期限,只剩三天, 神道师所剩时间不多,情报17,神道师一人独自回忆过去,心想无论如何,都要解救深爱的红,想用自己之命,换取红医生平安,远方的家楼寻红,也因为神道师的变化,独自伤心,回忆住过往,就在今晚,红约了神道师,想要了解究竟发生何事,神道师下定决心后,出发前往赴约,情报18,遇受云妄然,重伤神志不清期间,听到了应日提与应书洛的对话,应日提以云妄然性命,要应书洛交出方法,之后云妄然清醒,没想到竟然是 身处在四月教中,原来任孤云救走重伤的御兽云妄然后,将她带到了四月教中,情报19,清醒的云妄然,嘴中有血的味道,她感到意外,竟然回复成为了人形,之后任孤云来到,告诉云妄然自己身世的真相,她的母亲就是应疏落,更是四月圣女,父亲是云广林,四月交的月亮图案,是父母当年受到件伤的图案所改良,母亲为了拯救世人,吸收患者育种到己身,最终爆发成了受禄济世,情报20,四月教当初是救人的组织,如今已经被应日 因日提控制,才会变成如今邪教,此时云妄然身体感觉不适,经过任孤云观察,发现云妄然恢复成人形的解方,并不单纯只有使用血清,还有圣女使用术法的迹象,任孤云怒问应日提,若真的身亡了吗,究竟任孤云是否可以察觉应日提隐瞒的真相,结果如何,就请静待下集分享,情报21,神道师前往来到与红的相约之地,统计起术法隔离一切,想知道神道师内心变化的真相,但神道师依然冷漠,绝情说明感情已成过去,了解神 神道师的红,深知背后必定是命军操控一切,心想因自己,连累了神道师,于是下定决心后,红做出惊人之举,决定牺牲了结自己性命,换取神道师不受命军操控,得到自由,远处的庭自觉,只用共情依法探查者神道师内心隐藏的真相,究竟神道师与红的结果如何,就请静待下集分享,情报22,明府指约中,宇文精武意外来到,面见命军,意外说明表示前来投诚,究竟暗藏心思的宇文精武,盘算着什么阴谋,预知结果,就请静待 下集分晓,情报23,议员之地外围,北黄印寻找住担破时,此时,谭无欲意外出现,应看出北黄印也心,而且对于命军也没有完全忠心,谭谭直接表明,想与北黄印来个合作,更说明目前他公平疑惑,毫无半点真缘,听到这些消息的北黄印大笑了起来,究竟谭无欲有何计策安排,北黄印又是否会背叛命军,结果如何,就请静待下集分晓 再见, bye bye